尤其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有直接把炮口对准了罗志强 他说罗志强提出政党轮替大联盟的概念 就是在助长他人的威风 他说呢 看不起一些在最安全地区 还在搞这些东西的人 因此呢 他说的就是罗志强了 现在有人的解读是 他直接把两个人曾经有的师徒勤奋 一刀给砍断了 好 由于呢 这个罗志强昔日是金普聪的嫡系哦 当然呢 他也在脸书有做了回应 他说如果金普聪不认同 陈长文律师的主张 那么这个部分 他是予以尊重的 好 前立委郭正亮 他的分析是 他认为说呢 罗志强跟金普聪两个人 是在时机点上 有一个明显的矛盾 好 政党轮替的正当性 远远高过候选人的胜率 但是其中呢 隐约其实也代表着 包含了陈长文跟罗志强 两个人就认为 侯友一亚 他的胜选几率不高 好 因此呢 他也会理解说 金普聪担任 这个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 如果看到这个文章之后 会生气 好 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呢 还要来看到 这个是时事评论陈辉文 他有直接说了 他说请金小刀闭嘴吧 在侯友一的民调 拉起来之前 你有什么资格讲话呢 他继续还有提到 你有看到哪个操盘的 会自己出来接受专访的吗 你是负责帮侯友一的选战做操盘的 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是你很喜欢上电视 很喜欢上媒体 好 他问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呢 网友立刻说 诶 陈辉文你讲的真好 是针针见血啊 也有人提到了 你直接把大家的心声说出来 恨铁不成钢 国民党好好加油吧 好 但是呢 金普聪开了地图炮 其实一路以来哦 有人就在觉得 哎 为什么他会一直猛戳自家人 难道是在增添内乱吗 我们来看到之前 他有直接点名了 包含了蔡振元跟邱毅两个人 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在抱老鼠冤 好 针对了这个郑立文 他有说就好像青春痘的农包一样 一定要挤出来 好 针对傅昆奇的部分 他直接开栓了 傅昆奇可以说是功勋庆竹难输啊 每一次傅昆奇只要出来发言 那么中间选民的选票还有支持度 就会掉好几个百分点 而且他也有特别说了 傅昆奇就好像是病毒一样 不会只发作一次 好 因此呢 现在我们来看到 哎 金普聪频频公开批评自家人 难道是在天内乱吗 还有就是金普聪 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我们带您一块来听听看分析 金普聪正在本位主义 在723侯友宜确定提名 他当然是优先要把侯友宜拉抬一下 对 他的任务 他当然会觉得说 你现在就在提政党伦地大联盟 一副好像我们侯没有机会 那就要不排除 反正就到家去支持 那个民调第二那位 那金普聪的想法可能就觉得说 你让我拼一下吧 搞不好我会是第二名啊 我是觉得是时间点的问题 两个人就有明显的矛盾 不是 罗志强可能就认为说 你应该及早把这个想法抛出来 那大家努力嘛 反正就冲冲冲 那是冲到11月20登记前 还是说最后一次民调 这个细节还没有谈啊 不过总之 不管是罗志强或者陈长文 他们就是急着要先把这个架构丢出来 架构丢出来就说 我最高的目标是政党轮替 而不是本党候选人的胜选 你知道吧 这个我也同意了 政党轮替确实正当性远远高过 本党的同志的胜选 而且当然这里隐隐约约也包括着 你对侯友谊胜选几率的评估了 那金普冲起来就认为说 你让我冲两个月再说吧 之类的 因为郭台铭现在还是没有放弃的样子 那我认为这个逻辑真的存在 你不要低估郭台铭跟柯文哲 他们到最后会不会有整合的可能性 因为郭台铭如果没有办法 背国民党的招牌 他就去背民众党的招牌 那背民众党的招牌 搞不好民调还远远超过侯友谊 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郭台铭还是有部分国民党的票 可是这个是郭台铭的想法 因为郭台铭当然想办法 要把自己民调冲高 然后连署的 因为听说已经找了七个 现任议长或前议长 要帮他连署 而且听说各县市的 扛牌的位置都租好了 看起来也不是玩假的 就是这样 所以你去想想 如果你是金普聪你急不急 你当然急嘛 你是侯友谊的总干事 你当然就会觉得说 我们内部不要乱了好不好 我们先看侯友谊可以称多高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天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费 我提供颁 simply 只会在楼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